想必在刚刚过去的圣诞节里,大家一定都享受到了节日的欢乐。 虽说这个特别又浪漫的节日并不属于我们,但是在世界人民同属地球村的大前提之下,获移过其他国家的节日领略一下别国文化的魅力,其实想想都会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。 因此,在圣诞也成为了全球的节日,最近贾静雯带步步波友与闺蜜聚会,一来可能是因为贾妈妈好久没和闺蜜见面了,二来也是想给两个女儿找找玩伴。 顺便庆祝一下节日,当然,既然是过节,必然是少不了送礼物的环节,不过要说,这最重要的一个项目,那还得是拍照发朋友圈了,为了记录孩子们此刻的笑脸。 贾妈妈和闺蜜都为孩子们拍了不少的纪念照只见在其中一张照片中,几个小朋友扎堆在宽大的沙发前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样礼物,小家伙们脸上洋溢着的都是欢乐的表情。 尤其坐在中间的步步高兴的嘴都合不上了,而在后面的照片中,几位小家伙已经去到了,户外让网友们觉得逗乐的是此时的步步穿皮草柜腹反。 虽说小家伙人没长大,但是小皮草穿在身上还是格外的洋气,一边行走之间还不忘拉着好朋友也得小手,而这也被步步增添了几分说女伴。 另一方面,虽说现在的波妞还不能和姐姐姐姐朋友们一起玩耍,但还是有细心的网友发现,如今的波妞也长高了不少。 唯一没变的是,波妞那张越来越萌的脸,喜感,十足实在让人忍不住想去捏一捏。 其实,像这让人多又欢乐的圣诞节,基本上假妈妈每年都会带着女儿去闺蜜家过,可能在假妈妈看来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